三国时代 诸侯纷争 群雄并起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枭雄有很多 可是最终能被称为圣者的又有多少呢 就连曹操这等人物 在他去世后 他的家族也被司马家族给瓦解崩溃了 很多人认为司马懿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可是司马家族最终的命运 比起曹家来还要的悲惨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因果轮回这句话 但是有时候历史上发生的某些事情 却经常能印证这句话 当初司马懿父子逼迫曹家后人让位 成立了禁朝 但是他们在屠戮的过程中漏掉了一人 后来正是此人带领大批兵马 重新逼迫司马德让出皇位 历史是何其的相似 此人是谁 他又是怎样推翻司马家族的统治的 这里是凤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位被司马懿漏掉 而后将司马王朝推向灭亡的人 高平灵之变 自曹批驾崩后 曹魏朝堂就分为两派 一派为身居高位且足智多谋的司马懿 另一派则为长期掌控上书台的皇族成员 曹爽 司马懿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几代为尘 他的心性早已变化 他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彻底摆脱 屈居人下状态的机会 高平灵之变 公元249年 少帝曹芳与曹爽一同离开洛阳 到高平灵扫墓 司马懿随即便召集兵马 发起政变 并火速控制了京都 京都的军权政权也正式归入司马懿之手 史称高平灵之变 在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看来 愚蠢懦弱的曹爽根本不足为惧 真正应当忌惮的 当属他的谋士 大司农 还犯 还犯其人 还犯 出生于著名的龙炕桓氏 自东汉以来 桓氏就以金学传家 并成为磊氏公卿的豪门巨族 由于桓氏屡出帝师 因此也被称为帝师家族 其掌门人皆好约如宗 东汉末年 龙炕桓氏积极参与政务 而桓氏乃是桓氏一族中最出名的一个 桓氏自原则 他公于书画 敬于儒学 并得到了曹操的重视 得以进入丞相府 桓氏 桓氏 虽然是个儒生 但他精通事物 绝非一般俘如可比 但是从他的经历来说 仕途一直不顺 因此桓氏一直过得相当苦闷 并且和同僚发生了不少冲突 桓氏曾作为征鲁将军 东中狼将 都督徐州军事 任内 桓氏与徐州刺史 郑齐发生了房屋纠纷 桓氏意图用史池节的职权斩了郑齐 结果郑齐抢先一步上告 反而让桓氏免了关 不久后 桓氏被朝廷任命为掩州刺史 但是他觉得自己大才小用 怀才不遇 因此总是样样不乐 其后 他又被升职为冀州牧 但仍然老大不高兴 原来桓氏虽为一州之牧 却要受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吕昭领导 在他看来 吕昭的学问远远不如自己 官做得竟然比自己大 因此 桓氏对着桓氏的妻子 重常是抱怨 我宁愿在朝廷担任九卿 向三公常贵 也不愿去吕昭那里受他的鸟气 对此 仲常是不禁言语道 当年你在徐州时 曾擅自斩杀徐州刺史 大家都说你不会做领导 如今在你羞于在吕昭之下 看来是不会做下属了 妻子的话 深深地伤害了还犯的自尊心 于是他不顾妻子怀有身孕 竟悍然用刀环 猛击妻子的腹部 而妻子因为桓氏的家暴 当场流产 不久后便去世 不过 桓氏并没有因为妻子的离去 而受到任何惩罚 其后 桓氏自称有病 不肯奔赴激州 到了正史年间 桓氏被任命为大司农 魏明帝驾崩后 曹震的儿子曹爽成为脱姑大臣 成为一股强势的政治力量 由于桓氏和曹真是同乡 因此也加入了他的小圈子 然而曹爽崇尚清潭之学 与何燕 夏侯玄等 虚伏之事更为亲贱 而桓氏崇尚儒学 因此与曹爽等人玩不到一起去 在曹爽的小圈子里 桓氏一直被边缘化 曹爽执政期间 老辣的司马懿选择了韬光养晦 整天躲在家里装病 而质得意满的曹爽 逐渐放松了对政敌的警惕 一次 桓氏发现曹爽 曹西兄弟屡次一起出游 于是桓氏对他说 你们兄弟总揽大权 掌管进兵 不宜一起出城 曹爽却傲慢地说 谁敢做这种事 终究是始终不停劝告 实际从此时起 桓氏已经嗅到了一丝不祥的空气 而在不久后 桓氏的预感终于成真了 也就是高平临之变 桓氏 桓氏已显生机 司马懿父子策划此事已经许久 所以下来的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原来在曹爽身边出谋划策的环犯 见司马懿之人如此行动 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手下的人逃到洛阳城 想向曹爽等人报信 事变之时 司马懿曾想笼络他 甚至已经假传诏书 认桓氏为中领军 以此劝降他 但桓氏还是感念黄恩 突破了重重阻碍 来到了曹爽的身边 最后一次 为曹爽的人生指出了一条 也是唯一一条名路 带着少帝到许昌 召集兵马 全力一搏 俗话说得好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曹爽面对这样直白的单选题 选择了第二条路 弃拳 听信司马懿对落水发誓 不灭曹家权贵之类的鬼话 决意要保全自己的富贵人生 认罪归降 结局丝毫不出意外 曹爽回到京都后 没过几天安身日子 就被司马懿以谋逆为名 抄家灭族 曹爽的亲族亲信无一幸免 而通风报信的还犯 自然也难逃被诛灭三族 京都一时间便是腥风血雨 所牵连者多达五千人 只不过斩草除根至此 司马懿还是疏忽了 他低估了还犯的机警 明知曹爽投降便是绝路 又怎会不知抄家灭族 万为清除政敌之妙招呢 还犯百般安排 终于是让自己的小儿子 还凯躲过一劫 也正是如此 还家得以保全 司马懿当然不会知道 自己这样一个小疏忽 会给自己的王朝子孙 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司马王朝从来不是什么顺遂的王朝 产生于动乱 却总是无法彻底平乱 多治敬邀的司马懿 也未有敢平乱世 又善于治国的子孙 因此 西境伴随着刀光剑影 混乱流血 完成了建立和落幕 而后的东晋也在不安与动乱中建立 司马氏不再能够凭借皇权一家独大 各氏族纷纷崛起 其中就包括还家 此时的还家 早就不是只有还凯一只独苗在还家了 还凯的孙子还仪 在王朝的动乱中屡立军功 逾越成为东晋功臣 而还凯的曾孙 还温更是继承了父辈的果敢与智谋 带着血海深仇与家族的怒火 在司马氏的朝堂上张牙舞爪 一如当年的司马懿 在曹氏朝堂中 先是把持朝政 掌握军权 再是北伐 废地改立他人 尽管还温一度玩弄司马王朝与鼓掌 但他的儿子还玄 并未因此顺利地坐上皇帝宝座 相反 这场夺权的风波 因还玄的加入 而更加戏剧化 还玄虽得父亲喜爱 却并非天之骄子 生而荣华 他是数子 无法承袭爵位 年少时也曾郁郁不得志 只能凭借家中长辈 常年治理荆州 而积累下来的威望 占据着荆州 公元397年 玄玄先是山洞亲眼二州刺史 王公 荆州刺史 殷仲勘 讨传朝廷重臣 王公去世后 则是联合 雍州刺史 杨拳七等人 公然与朝廷叫板 公元402年 风雨飘摇 无权无事的皇帝 终于向还玄 发出了应战书 仰精蓄锐许久的还玄 带领军队 直取京都 司马王朝也就此覆灭 而还玄也由此建立了 还楚王朝 此情此景 与当年曹魏代汉 司马氏代曹简直如出一辙 也不禁让人叹一句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而从司马家篡位之时 这番政权 更替也重复地在华夏大地 频繁上演 还楚建朝不过两年左右 在其倒下15年后 打败还家的刘豫 推翻了司马家最后的挣扎统治 建立了南朝中的第一个王朝 宋朝 不知道大家对司马家 和还家的恩怨家仇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